地球 想要吃的健康 餐桌上食物要如何選擇 現代人外食 重鹽重油 大魚大肉的飲食習慣 不僅危害身體健康 還加重地球負擔 全球37名科學家 就花了兩年時間 參考16個國家的飲食習慣 研究出一份救救地球菜單 目標拯救2050年 世界一百億人的健康 並減少對環境傷害 希望改善地球環境 必須做出點犧牲 減少葷食 蔬菜 水果 豆類和堅果的份量提升一倍 而因不同地區 會有不同情況 像北美的民眾 豆類數量要提升六倍 歐洲民眾堅果則要提升十五倍 從堅果和豆類中攝取蛋白質 研究指出全球農業佔地近40% 溫室氣體排放30% 土地改為生產食物是導致生物多樣性減少的最關鍵因素 不但可以改善飲食習慣不良 引發相關疾病 更避免暖化造成的極端氣候 衝擊更多無辜民眾的性命 大愛新聞 楊晴編譯 如果發現